馬匹跟我們打工一族一樣 都可以由外表看得出當日的狀態是怎樣 但究竟怎樣從外表分別馬匹的狀態呢 在出賽之前 馬匹首先會在馬場看台旁邊的馬匹亮相圈 行圈熱身 這個地方馬迷習慣叫他做沙圈 當馬匹行圈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觀察他們的動靜 情緒 體態和模式 來評估他們當日的狀態 那是否馬匹跳跳渣就代表他生龍活虎狀態十足呢 其實不同性能的馬匹是有不同的評估方法的 短途賽事講求馬匹的爆炸力 短途馬行圈時神態三晚 通常陣上都可以交出教家的表現 長途賽事對馬匹的耐力要求較高 馬匹行圈的時候如果動身動勢就不是好事了 相反 表現較文靜 在陣上就比較容易操控 更加容易充分發揮出實力 另外馬匹跟人一樣 如果沒有肚腩 肌肉結實有線條 馬頸有力 氣定神閒 雙目永永有神 就代表狀態良好 相反 如果好像平時見到有些運動員 放軟家 多了個肚腩仔 肌肉結實 你都知道他這陣子狀態一定一般 如果馬匹在沙圈亮相時 大量出汗 表現急躁 或者時不時起飛腳 浪費體力 那就要小心了 因為通常這些都是狀態未足的現象 除此之外 馬匹的體重 亦都反映他們的狀態 大家可以在馬會網頁的賽事排位表上 看到出賽馬匹的體重 如果體重跟上一場賽事相比 沒有太大上落 那就至少可以假定 馬匹近期的操練和食料都沒有大改變 體重差異可以反映馬匹狀態起落 所以每匹馬的標準體重就是一項重要指標 標準體重通常是指馬匹跑入前三名時的體重 但標準體重並非一成不變 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有所改變 一般來說 如果今次出賽的體重與標準體重相差少於30磅 都在合理範圍 但都要看馬匹體型的大小而定 但如果相差多於30磅 那就要看清楚馬身究竟是肥了或瘦了 肌肉是飽滿了還是瘦上了 就好像一個人 肥了和健碩了 完全是兩回事 跑起來速度都差很遠 再見